俄军入侵乌克兰第四天 乌俄两军在基辅激烈交火 俄军坦克往事中心挺进 不时可见火光 另外俄军27号再下一程 拿下了新卡霍夫卡 就连乌克兰第二大城 卡尔可夫也岌岌可危 附近有天然气管线被炸 首都基辅南方的一个空军基地 也遭到俄军飞弹袭击 游库起火场面触目惊心 远方橘红色熊熊大火 伴随滚滚浓烟直冲天际 照亮夜空 距离越近场面更惊悚 27号凌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南方 30公里的瓦西里基辅 一个空军基地遭俄军飞弹击中 游库起火 所有的除油槽都陷入火海 乌克兰第二大城卡尔可夫 27号也连连爆炸 天然气管线被俄军炸毁 火光熊熊 显示俄军最新一波攻势 专门针对乌克兰民生设施 乌克兰官方证实 攻势林立的俄军 27号攻入了卡尔可夫 但乌克兰士兵誓死抵抗 27号天亮前 俄军再出动坦克大军 进入乌克兰 几个小时内就拿下 辛卡霍夫卡这个战略城市 禁逼首都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27号重申愿意跟俄国和谈 但拒绝地点选在俄国的帮凶 白俄首都明斯克举行 泽伦斯基要求 和谈改在博兰首都华沙 或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地举行 但俄国仍执意选在明斯克 并且在27号派代表团抵达当地 无论能否化解地点的旗舰 坐下来和谈停货 似乎就差 临门一脚 杨仲平编译